冬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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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冬河清 今年68岁 53年生人 因为在家少要冒脏过多 家的儿子精神病 长达十几年 给日子治病花了个 70万块钱 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 还冒了好多好多的账 在2014年 我拿着平均货 最想当平均货 怎么想把平均货给冒了 拿起来瓦雕 一顿就是切瓦盖 吃得多一顿切瓦盖 满腸 四顿一顿 我就吃了就干 我分明不停 就给这小瓦雕平如沫 一顿切瓦盖 我们会能对辣椒之行 我就采取高辣椒 但是没钱又这么弄的 肯定领到头头 老冬 像高山也没有经济 现在扶贫资金 有六千块钱 心里就是说 好 是这里是家的 就拿着本去 剪刀一打 来 把这个钱打出来 我当了几万万钱去画的 一定不能策划 这人说技术 说技术了 有经验的 就是白天河西的瓶泊苦干 2019年的春季手术 一季都来了六十多万 总算少年了 就会靠自己的一个清脑苦干 不靠自己的清脑苦干 这个瓶根冒的一次 熔岩就都瓦不掉的 好 好